我今天說了每天一片 我當然要拍一下 現在是溫哥環的時間 1月10日 1點35分下午 其實不是太多時間 我今天打算拍幾段片 因為我通常兩點半左右就要出門接仔 所以要準備家裡的東西 所以沒什麼時間 但我就在那裏說少少東西 不好意思 我想剪頭髮的 但又沒有時間 可能明天 那今天想說什麼呢 其實就有兩件事要說 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我送仔上學的時候 我也會有時聽歌 或者看Youtube影片 又見到Social開Live 我錯過了 因為我看不到 那段時間看不到 那我就聽到他又說我 那我很驚訝 蘇sir經常提及我 多謝你先 叫間接是宣傳 謝謝蘇sir 那我聽到蘇sir說 問為什麼我感激他 其實 有觀眾也有說過 是因為蘇sir提及到他開Live 可以另外一個 有一個想法 可以不用錄播 不用錄影片 拍片 然後要剪 然後才上網 這樣就會 用很多時間 可以開Live 那 但我自問真的沒有蘇sir 那麼托得 真的 可以完全沒有dare 那麼好說 所以我還在考慮 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未必這麼快可以開Live 但我希望 我繼續 都可以做到一天一片 無論 開不開Live 都好 但希望一天一片 或者兩條片 這是我希望做到的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會很煩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剛才我聽到蘇sir說了一件事 就是 另外有一點反應 就是 蘇sir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開Live 會有 好像競爭的感覺 就是跟他競爭的感覺 就是說 有什麼 一個餅 就是這麼多 總之人就這麼多 你可能會分薄了 我聽到蘇sir這樣說 然後我就知道 他意思是什麼 但是 他說到最後就是 不是 不會因為 這件事 而覺得 真的分薄了一個餅 而應該是 令更多人 去 更多 好像我們 像一個價值觀 同一個價值觀 或者同一把尺的人 去做大這個餅 這個我聽到是 是有點感動的 那 我一直以來 都是覺得 真的 做這塊餅 是 要大家合力的 所以我 在另外一個頻道 Go with King 加拿大丹菲 那裡 我一直以來 都很希望多些人拍片 我不覺得 是會 分薄了這件事 我覺得觀眾們 其實都 都會 如果真的喜歡你 或者這個Youtuber 他都會有這個 怎麼說呢 都會花時間去看這些片 那我又不覺得會分薄的 所以我是很認同蘇sir說的 那件事 其實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不容易 我只可以說 那蘇sir 他這樣說 我也很欣賞他 真的 你不要說自己不是謙謙君子 你自己真的是謙謙君子 你其實多才多藝 又好人 又好爸爸 總之 其實你很多東西都很值得別人學習 所以 我也很欣賞蘇sir 感激蘇sir 和我做直播 那我又沒有說 想得到些什麼 其實上碎是 可能 真的分享一下 有時候 我自己說一下 或者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其實都很重要 有時候覺得 一個人 你 沒有地方去 抒發你的感情 其實都幾嚴重 就是屈下屈下 就會 會不開心 那 就可能會抑鬱 所以我也 也 不要介意 那其實 聽完蘇sir說這麼多 那我 也都見到觀眾們留言 那 那 大家原來都很喜歡我和蘇sir做直播的 那我都 希望 有時間 我都夾到時間 我當然是 都會想和蘇sir做直播 那 但是都要夾時間 因為真的 極度極度忙碌 其實我今早早 都說了今早早做了什麼 就是 送了兒子回學之後 我一直 回家 都是做我要做的事 就是我是專門做地產 所以我要幫客人去找盤 那基本上 我都 找十幾個客人的盤 我都做了三個小時 都不是這麼容易 然後我就吃了一些東西 那我今天吃素 那我講一下吃素 這件事 因為通常呢 不是通常 現在開始 我通常初一十五都會吃齋 但是有些人就說 吃齋會很 怎樣說呢 不夠飽 那樣東西 那我想說這件事 其實吃齋有很多款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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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有些人說 蛋是不是齋 那有些人就說 不是 因為它都是一個生命 有些人說 總之它不是一個 形成了有自己靈魂 或者是有意識的時候 而被屠宰的 都不算是一個 即是 心靈 那就不算是吃齋 即是 即是 吃肉 那樣 所以每個想法都不同 那我自己就 其實純粹呢 就 沒有 那麼偉大 純粹是覺得 吃齋 一來 有少少是熱部 那樣東西 我覺得是 可以減輕一點 而且真的會健康一點 吃完之後 沒有那麼聚 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吃完太多肉 那個人 那 我覺得吃齋 又不是說要齋得很厲害 我其實也是吃麵包 今天吃麵包 然後 吃 那個叫什麼 我叫什麼呢 番薯 其實都很夠飽 很好吃 都不用說 一頓吃肉 我覺得挺好 有時候又吃一頓菜 都一頓了 已經可以 是咯 那 剛才呢 我就 還有吃了什麼 沒有喝了水 這樣 喝了水 那 之後呢 我就 現在搞了reaction 有些影片 那我就 有觀眾 我發了幾段影片 給我看 我一陣子會看 我自己選了幾段影片 希望有時間看 其實我很想看 Doo姐 訪問姜 最新的那段 The Do So 那段影片 整天過了一小時 我可能要明天才有時間 才做reaction 或者再之後 我也不知道 真的要排隊很多片 但剛才呢 我就再聽多次 《岩慘》這首歌 然後我就 覺得真的很好聽 然後我試試彈幾首 即彈一下 找琴譜彈一下 彈一下彈一下 彈一下彈一下 又可以 然後自己又試試唱幾句 然後我發現原來 是很難唱的 經常有人說 姜濤唱歌不好 但其實姜濤唱歌 他的歌 都不太容易唱 尤其是你試試唱 《蒙著一嘴說愛你》 是超難唱的 即是你原 key唱 我自己 剛才就試了唱 《岩慘》 拍了一段影片 獻醜 其實我只是唱幾句 但想告訴你 挺好笑的 其實是真的挺難唱 因為我都唱到走音 我唱了幾句 你們看一看 有火補石 也在等你 突出如 奮行 全部吻合到你 那你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很難唱呢 我唱歌真的很差 我完全沒有學過唱歌 所以好像老牛聲一樣唱 有些人說我的聲音很樂意 其實我自己一點也不覺得 我真的不覺得 我唱歌又不好聽 說話又不是很好聽 也不知為什麼你會覺得我樂意動人 那今天就想分享到這裡 那我現在就準備下一個reaction 那我希望今天出這段影片 那我就可以出多一段reaction video 那就不會那麼悶 只是聽我說話 那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各位固定 各位快樂 這些音樂 我實在有一點弱子 可以在這裡 看到 respecto 臉書 不得 有 明天 今天